我一出生 就受到了所有人的敌对 因为我天生焚发 闭眼 我的母亲 神级异能的传承者 我的出生 打破了这个世界的平衡 神主闹来挤动 母亲被迫将我的异能封印 让手下将我带领 不久后 七大家族向我母亲逼宫 这世界神太多了 五月 你还是乖乖跟我们走吧 最后 五月发下血史 不久后 你们会后悔的 从此 我在流放之地艰难求生 每天过着刀尖取血 吃了上蹲没下蹲的日子 十八年过后 在一次比赛直播中 身份意外暴露 各大家族蠢蠢欲动 纷纷派出追杀者 神守护者们 也开始守护计划 纷争就此开始 权与权之间的较量 血与火的磨练 一切的黑暗 我都会一亲手击破 颤抖吧 整个世界 正文开始 在充满血腥与暴力的流放之地 得一处角落 我看着奖励诱人的海报 活死人俱乐部 赛制升级 获胜奖金三百万 看着三百万 我陷入了沉思 如果赢了 足够给他买那个了吧 突然 好机友阿淳 在背后拍了下我 看什么呢 这么紧张 我顿时慌张的不行 没 什么也没看 我连忙进行遮挡 阿淳抢先看到 死亡即是希望 这是什么狗屁宣传语 这一定那群 银色级别的资本家 想看我们自相残杀 供他们观看着乐子吧 阿淳比试看着我 你不会有受虐情绪吧 我连连摇头 我连忙解释 连吃饭都成问题 哪有心情想别的 阿淳自信的拍拍肩膀 我领高物质了 可以饱餐一顿 看到物质我开心的笑了 瞬间我目光阴沉 阿淳的机械臂 破損严重 阿淳尴尬的掩盖着 自己的机械臂 然后拖着我 向家里走去 在回家的路上 阿淳还发现 一位老人的物资 被别人抢走 在坏人走后 善良的阿淳 将自己的物资给了老人 拿到物资的老人 快速逃走 看着老人 远去我说道 我们也快点回家吧 可老人未能幸免于难 当走回黑暗的街区后 直接撞上了 刚刚拿走他物资的人 二人邪恶一笑 你还有吃的 快把东西交出来吧 我和阿淳 很快就到了家 我一边整理着食物 一边和阿淳说着未来 久久不见啊 淳回复 转身一看 此时他已经睡着了 我轻轻上前 为阿淳盖好被子 看着一旁破旧的机械臂 我陷入了沉思 曾几何时阿淳 和我去领取物资 当我满载而归时 却看到了 让我终身难忘的音 阿淳躺在血泊中 一只手被人分而食之了 想到这里 压抑的心情 弥漫着整个房间 我安静地放下了机械臉 走出了家门 是时候该做点什么了 阿淳等我把三百万给拧回来 这是一个围绕着 环打造的异能为主宰的世界 以天人城为中心 环绕管辖区 最外围是流放地 这里每个孩子到八岁时 不要进行异能测试 根据检测结果 佩戴和实力匹配的环 环的颜色被分为五个等级 分别是 克级代表色金色 高级代表色银色 普通级和普夏级代表色铜色和灰色 最下等恶级代表色黑色 经济了漫长的排队 终于轮到我报名了 工作人员拿着扫描枪开始检测 突然传出错误的提示 工作人员满脸问号 我连忙上前解释 我每次领取物资时 也是弹出错误提示 很多年了 工作人员认真地打量着我 在流放地不打紧的 如果是管辖区 还是谨慎点 工作人员又开始了对我的扫描 可是传出来的 还是错误提示音 由于我占用太长时间 后面的传出谩骂声音 能不能报名 不能报名快鼓 我并没有搭理他们的谩骂 继续坚持扫描 可是飞机投男并没有作罢 直接一个手刀偷袭而来 我一接一个完美下腰躲过 面对飞机投男的偷袭 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飞机爆炸了 小子 你那是什么表情 我还是没有理会他 平静地和工作人员说道 麻烦你们再帮我扫描一下 飞机投男更加生气了 二话不说 直接一个又正跟 当时大意了 直接灵巧躲开 飞机男直接来了一个乌鸦 坐飞机加大劈叉 一字马着陆 淡淡碎裂三合一疗程 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这孩子身手不错 就连帅大叔都认真地打量着 飞机投男痛苦地捂着 但说着狠话 你给我等着 缓缓起身 从屁股里拿出一把西瓜刀 正当飞机投男想要行凶时 工作人员拦住了他 到你了 他已经上传完信息了 工作人员还不忘警告一下 等上了比赛 再动手也不晚 飞机投撇了撇嘴 一群走狗罢了 帅大叔见热闹结束 缓缓起身 潇洒地扔掉烟头 走向了大巴车 然后优雅地聊起刘海 我叫秦天 顿时众多吃瓜群众沸腾起来 秦天 男 四十岁 我死人俱乐部 王者赛八连胜保持着 当大叔潇洒地上了大巴车后 报名人员到齐 大巴车缓缓发动 另一边管辖区系统库中 中年男子发出诡异的笑容 这双眼睛和他的一模一样 神的孩子出现了吗 而我还坐在大巴车上发呆 阿淳如果知道 我出去了 会不会很生气 突然飞机投男手持利刃 鬼鬼祟祟地来到我身后 我直接将座椅放倒 一个正踢 直接将刀踢飞 随后 我快速从座椅上弹起 飞机投男真是个变态 见我开始反抗 刚加兴奋 突然 我感觉到后背发了 无数双眼睛在背后看着我 如果我现在暴露实力 就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空气越发宁静 战斗无法避免 飞机投男放出恐话 还没等说完 直接被一拳爆头了 只用0.01秒 飞机投男就被OK了 然后被帅气大叔 扛起带走了 大巴车司机还夸奖了句 乃思晴天 靠你了 晴天帅气 摆出剪刀手 放心吧 在没到目的地前 我会让他安静的 我被震惊了两秒半 一拳就被OK了 我连忙上前赶线 大叔面对我赶线 非常轻面 非常诱者小鬼 向对手赶线 幸好你遇到了我 我刚想提醒 被我踢飞的刀 直接落到了帅气大叔头顶 大巴车快速进入隧道 当穿越隧道后 繁华的高楼大厦映入眼帘 身为土鳖的 我顿时被吸引了 这就是高级的生活区 大巴停在巨大的死神镰刀 雕向前面 这么气派的场景 震惊了我两年半 我跟跟随众人脚步 进入活死人俱乐部 我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 周围的一切都深深的吸引着我 最吸引我的是工作人员 推车里面装的残枝断壁 那些都是参赛者吗 工作人员熟练的 将残枝断壁倒入仓库 如同倒拉近的班 我静静的看着这冷漠的一切 这是一个以天人成为中心 环绕着管辖区 最外围是流放地 异能者统治的事件 在这里生存的孩子 在八岁时都要进行一步测试 根据测试的结果 配上符合对应实力的环 如果检测结果是金色 你的人生就是主宰者 如果是银色级 你将会成为人上人 如果是铜色灰色级别 你将会成为社会的精英 检测结果是黑色级别 你成为阴暗世界里 艰难求生的嗜血保暑 我们的男主是神的紫色 母亲五月为了保护自己孩子 将其一女封印 还让手下将其带到流放之地 18年后 因为生活窘迫 报名参加活死人俱乐部比赛 跟随众人脚步 我进入了气势壮观的比赛现场 在备赛间 大家熟悉自己趁手的武器 而我只能在角落里自闭 因为这狗屎的比赛规则是 参赛选手7名 武器只有600 武器的选择 有观众预测的胜率决定 胜率高的鲜血 而我就是那个倒霉蛋胜率最低 只能空手上场 于是我只能自我催眠 没有人会防备一个 胜率只有1.2 还空着手的倒霉蛋吧 帅大叔这个老好人 也来看看我这个倒霉蛋 看着帅大叔的背影羡慕不已 这种强者生活 应该过得没那么辛苦 在我出神时 花壁社会男的大脸映入冷帘 你和晴天熟吗 见我没回话 花壁男嬉皮笑脸道 4号 我在问你话呢 我全身戒备的说道 不认识 花壁男非常疑惑 晴天只会欣赏有实力的家伙 你真是想多了 我连武器都不配 花壁男直接嘴对嘴向我传达着 你最好别骗我 不然你见不到今夜的太阳 说完还不忘拿手枪恐吓我 随着比赛开始 众人缓缓起身 瞬间杀气弥漫开来 这三百万还真不好拿 比赛前每个人都要佩戴微型炸弹 这引起了不满 以前也没听过这样的诡据啊 但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大家都过目接受了 当众人佩戴好微型炸弹 开始准备上擂台 当我缓慢的抖向擂台 聚光灯叫喊声向你压迫而来 本场比赛只能有一名姓名 杀掉你面前的所有人 伴随着观众珊瑚海啸的叫喊比赛开始 没想到我这没有武器的 成为大家眼里的小肥羊 一开场 狼牙棒就向我偷袭而来 我灵巧地躲开狼牙棒的一次次攻击 整个擂台所有人扭打在一起 打斗已经进入白刃化阶段 我一边躲闪 一边嘲讽到 太慢了 攻击速度太慢了 再一次躲避开狼牙棒的攻击 我发现了它的破绽 我迅速来了一击右勾拳 它的脸直接撞在我的拳头上 拳与脸分离 伴随着口水满天飞 我握了握发胀的拳头 回过神的狼牙棒 瞬间哈哈大笑 完全不疼不痒啊 我挠了挠头 明明是你脸皮太厚了 嚣张无比的狼牙棒 殊不知危险到来 飞机头男 直接用尼泊尔弯刀架在狼牙棒驳梗 细细地说道 它可是我的猎物 走起刀落狼牙棒 应声到底 这人好重的杀气啊 飞机头男 还非常有礼貌 擦了擦带形的刀 你让我出镜阳相 也同时的熄灭了 光头男没见如此血腥的场景 他得回来 求饶 放我出去吧 开门放我出去 奖金我不要了 工人员没有回话 只是冷漠地 掏出引爆装置 安了下去 微型炸弹 滴答滴答地响着 如同死神发出的催命符 但随着爆炸声 光头男消失了 准确地说是头没了 这样的场景 把一旁的参赛人员 吓了瘫倒在地 花碧男嘖嘖撑奇 混蛋 风头全被抢了 花碧男还是干好人 见失去意识的参赛选手 大手一挥 直接将微型炸弹打飞 飞机投男 对我发起了暴风雨般攻击 尼泊尔弯刀 在我擦着我头皮划过 我不断地和飞机投男 拉开距离 而他步步紧逼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 继续躲避 只能拖延时间 和浪费体力 想到在家的阿淳 目光瞬间爆发 我要开始反击了 我第一次向飞机投男 发动冲锋 尼泊尔弯刀 插着我面门划过 我再一次躲过横扫 发现了他的破绽 我直接发动直拳 但是被他稳稳地接住 飞机投男 顿时疯狂大笑 你的拳头比棉花还软 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 接着一个横扫 将我扫飞 我在地上摔了九九八十一圈 才停止 飞机投男更加嚣张 原来是只指会躲避的老鼠 说吧 面露凶光地向我逼近 就连帅气大叔 在场外都紧张了起来 另外一面 我的家来一个陌生人 陌生男子敲响了大门 珊月 是你吗 花壁男见我和飞机投目光亲热 直接将微型炸弹扔了过来 我一面猛地看着飞过来的东西 无人飞机瞬间捕捉到是微型炸弹 当我看清是微型炸弹时 满脸黑线 花壁男手枪 瞬间发射 瞄准微型炸弹 爆炸瞬间分射了飞机男和我 飞机投男被炸得血肉模糊 花壁男笑眯眯地看着狼狈不堪的二人 当看向我时顿时错愕 明明瞄准了那个小鬼 他竟然躲开了 我被炸双耳失聪 刺痛充斥着大脑 飞机投男缓过神后 跳起横扫 将花壁男手枪打飞 手枪飞到我的面前 飞机投男和花壁男瞬间扭打一起 在地上不停 得死亡翻滚 完好无损的花壁男占据了上风 飞机投男向我怒吼 枪 快把枪捡起来 我神志不清不楚地听着 开枪打他 飞机投男急迫地说道 先救我 胜利就是你的还有三百万 花壁男身体下压尼泊尔 弯刀刺穿飞机投男身体 只见飞机投男进气多出气少 光荣下陷 花壁男起身拍了拍尘土 滚蛋竟然弄得如此狼狈 抬起头笑眯眯看着我 就剩下你了 这一片一声枪响 花壁男胸膛战开 第二张 花壁男脑袋爆开 一号兴奋的大叫 三百万是我的 整个活死人俱乐部看台 左无缺席 呐喊声方圆百里 清晰可闻 街道的广告大屏幕上 还定格在一号拿枪的瞬间 柳直川认真地观看 这活死人俱乐部的比赛 看到我落入下风 灵力的气势爆发 身上紫色雷霆环绕 可别死了呀 飞环 在紫色雷霆划过的瞬间 鹿灯爆裂 大半个城市都被紫色闪电环绕 所有只是灯风爆裂 只用了0.1秒 整个城市成为雷电的海洋 电力系统瞬间瘫痪 城市停电了呀 山岳 你坚持住 我马上来了 这是一个异能者统治的事件 在这里生存的孩子 在八岁时都要进行异能测试 根据测试的结果 配上符合对应实力的环 活死人俱乐部比赛场 一号开枪打死了 夺冠几率最大的花必难 电大师已去一号拿起枪瞄准了我 枪在手 你拿什么和我争 我艰难的站起身 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见到这一幕观众沸腾 四号还在垂死侦察 一号握紧了手里的枪 大笑道 游戏该结束了 一张发生一道耀眼的火蛇 我深呼一口气 从没有过得安静 我感觉到了子弹的诡计 它的速度好慢 蓝色同发出诡异光明 我头一片 子弹带起几根断法 剑没打中一号 背下瑟瑟发抖 你到底是人是鬼 我低着头 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能夺子弹 你真的是黑环吗 手枪瞬间滑落 我呼吸越发困难 头越发浑沉 一号表情越发猙獰 去死吧 给我死吧 右手挥舞匕首 向我冲来 我侧身躲过一号的挥刺 反手一个上勾拳 直击一号下额 死亡缠绕住一号右手 夺下一号手机的刀 反手刺出 向脖梗过去 比赛倒计时结束 我将匕首停留在大洞脉处 突然我感觉到 一股危险的气息 朝我这过来 这一幕 看得帅气大叔皱眉到 时间快不够了 粉发小子在想些什么 突然帅气大叔 眼前屏幕关闭了 断电了吗 帅气大叔发现不对 这不是普通的停电 黑暗的走廊里 传出稳间的脚步什么 来人正是柳之川 比赛现场变得黑暗 微型炸弹瞬间脱落 我静静的看着黑暗深处 压迫感越来越强烈了 这时工作人员走了进来 一号四号宫殿出了问题 比赛暂停 你们先撤回到备赛间 等通知 在通道里 一号叠叠不休 干脆平分三百万吧 给我一百五十万就行 我在后面默默跟随 不对劲 有东西过来了 突然柳之川出现在我面前 四目对视 还真是狼狈啊 非还 柳之川微笑道 不对你的救命恩人 说声谢谢吗 我艰难的说道 救我 为什么 话音落下 我硬声倒地不起 柳之川扛起昏迷不醒的我 就大摇大摆的向外走去 直接给工作人员干不会了 光天化日之下你 直接抢人 快把俱乐部资产放下 柳之川没有理会他 工作人员急了抓住柳之川 把人放下 柳之川一个手刀 就把工作人员打入墙壁里 做壁画 帅气大叔认真地看着一些 看来这个世界要变天了 那个戴飞环孩子 可能是改变世界的钥匙 或许不久后 我们还能再次见面 柳之川把我带到车上了 街角里有两个小卡拉米 这个难道是路 我觉得 那个车正好合适被抢 车里柳之川正发愁呢 这点伤要昏迷多久 车外面几个小卡拉米 还没等靠近 直接被垫成烤烤肉了 开饭了吗 今天是烤肉 我瞬间坐起来 身上还满着闪电 当我看到主驾驶的男人时 吓得眼睛都吐了出来 你是谁 为啥绑架我 顿时心中万马奔腾 是异能者 异能者为啥要救 异能者不是 是人命为比草剑 是人不吐骨头的吗 我哆哆嗦嗦的 想要打开车门 我叫柳之川 瞬间就连空气都尴尬 柳家是八大家家族排名 第三的特级家族 也就是说 你佩戴的环士 柳之川抢达道 没错 是金色 柳之川瞬间严肃道 我劝你 最好不要有逃离我的想法 因为从现在开始 你的生命由我负责 神的孩子 这是一个异能者统治的事件 在这里生存的孩子 在八岁时 都要进行异能测试 根据测试的结果 配上符合对应实力的环 如果检测结果是金色 你的人生就是主宰一方 银色级别 你将会成为人上人 红色 灰色级别 你将会成为社会的精英 检测结果是黑色级别 你成为灰暗里 艰难求生的嗜血老鼠 传说中 金色特级 还有一个等级 那就是神级 神级一人 可敌金色特级上百人 是无限接近真神的存在 我认真的说到 我听说过那个传说 神级大佬 有个叫柳松庭 他是我太爷爷 我的小脑瓜 开始疯狂运转 神的孩子 等于柳松庭的孩子 柳松庭的孩子 等于柳之川的爷爷 也就是说 我是你爷爷 柳之川就给我的狗头 打出馒头大的包 你听的关于神的版本不太对 从低异能者 产生到现在有三个神级 一个是我太爷柳松庭 还有掌控御智 和永生异能的五岳 还有一个确实是神级后 就失踪了的男人 而你就是永生者 五岳大人的孩子 我指着连说道 那我不是恶劫 别耍我了 想到这里有瞳孔破章 难道说 那个梦里的女人 就是我的妈妈 我知道你 一定有很多疑问 我会和你解释 现在最重要的是 去你的保安权 你现在的长相 已经被管辖区传播出去了 很快天人城 哪里就会知道 不救后杀你的人 就会陆续出现 听到柳之川的情报 我陷入了沉思 信息量有点大 柳之川打破了瓶颈 很难接受现实吗 你为什么要参加比赛 这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了 我需要钱 路边先停一下 我带着满脸问号的柳之川 来到一家店铺 老板轻蔑的说道 你又来了 这次带够钱了吗 柳之川说道 你看着我干嘛 我也不是钱 我死皮赖脸道 你不是说对我负责吗 柳之川霸气的说道 拿个最好的 我的发小阿春 他普夏吉 是不需要带在流放地 可是因为我 他才用手臂不方便为借口 迟迟不肯离开 我参加比赛 是为了买下机械臂 阿春就可以在管辖区 申请一份工作 柳之川感叹道 你是否知道 参加这场比赛 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 我提醒你 和你接触的人 都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为了他们好 得尽快离开他们 我想先回去和阿春 说一下情况 还有好多问题 问你 柳之川很快到了我家门口 我在这里等你 我抱着机械臂 开心的向家里走去 阿春看到我这狼狈的 肯定会骂我 有了这个 就算骂我也是值得的 我打开了门 兴奋的狠道 阿春 别睡了 我给你带东西了 你绝对想不到的东西 就当我开心的向前走时 直接被搬到了 当我底下头 看点却看到 阿春带醒了机械臂 我瞬间崩溃了 大脑一片空白 你终于回来了 我等你了好久了 山岳 我空洞的看着深处 黑暗中一个男人打了个响指 瞬间灯光凉了起来 他脚踩着阿春 高冷的说道 很容易见到你 神的孩子 看着倒地不起阿春 我已经失去灵智 心跳加快 愤怒 痛苦 绝望 吞噬这我 男子还在卖力的演出 我是第一个发现你的人 我是距离神 最近的人了 此时 我的已经沉浸在悲伤中 手机中的机械臂 也瞬间滑落 男人还在用力的踩着阿春 这一刻 彻底崩溃了 亮亮呛呛 跑到阿春面前 抚摸着 阿春的身体 我回来了 你快醒醒 男人轻蔑的说道 至于吗 还哭了 真斗假斗 为了这个普夏级的垃圾 你竟然哭了 男人直接抓起我的衣领 没出息的东西 你也配做神的后裔 反手一个下勾拳 打在我腹部 强大的力量 直接让我再强 撞出一个洞才停止 男子并没有作罢 单手张开 我直接飞回男子的手中 用力掐住我的脖子 但莫的说道 喂 我没找错人吧 你还是真的弱 我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眼泪不停的掉下来 看着阿春的身体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男人掐我的脖子 双手越发用力 我仿佛看到了 阿春从小到大的身影 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强烈的窒息感 麻痹了我的痛苦 就连手也无力的垂下 失重传来 把拉入黑暗的大门中 仿佛觉得我坠落的速度好慢 一双打手将往下拉去 门里冲出去另外一个我 让开 然后将我按回门里 我落入了无尽的黑暗 另一个我走向了光明 还礼貌的关上门 胆小鬼 黑暗中 那个门突然关上 男人掐住我手 突然感觉到一股能量 我突然抓紧他的手 轻轻的一发力 还飞向天空 我缓慢的向着猎物走去 男子在地上痛苦哀叫 我的手断了 此时我如同死神 来到男人的面前 男人开始求饶 我不是故意的放过我吧 我并没有理会他的求饶 他偷偷发动异能 空着这房间 没的物品 看我没有任何反应 他发动了反击 看到他垂死挣扎 我无动于衷 当他的手 距离我0.1厘米时 就停止了 男子惊恐道 我的手不听使唤了 房间没所有的物品 漂浮在我的身后 我身体前冲 后手勾拳 命中他胸膛 强大的冲击力 将男人击飞 直到将强体击穿才能 停止 我单手一挥 漂浮的物品如同子弹般发射 男人被飞过来的物品 打得四处逃窜 男人一边逃窜 一边抱怨道 该死 大意了 应该一瞬间解决他的 男子逃窜到大门附近 看到了生了希望 他开始疯狂前冲 到了外面 就是海天平逾越了 希望多大失望 就有多大 柳之川站在门前 男子无紫色 闪电相撞 柳之川冷漠地说道 把这里弄得一团糟 想跑吗 男子更加绝望了 雷电属性 脸上都刀疤 惊欢 我闪身到男子背后 控着他的左手 掐住了他自己脖子 男子右手 开始疯狂挣扎 脆弱的瞬间 被子自己掐断 见男子已经下线 我的攻击也停下 一脚踢飞碍事的男子 我将目标放到柳之川身上 柳之川冷漠地说道 怎么 连我都想打 下一秒 我力竭倒在地上 柳之川看着人气不醒的我 疑惑到 跟预言中的就是只子 好像有点出入 当我从痛苦中挣扎起来 亮腔的起床 看着前面的柳之川 柳之川看着我慢慢起来 看来着 一切都是真的 我的身体刚加颤抖 看着宛如睡着的阿淳 我再也压抑不住悲伤 抱起阿淳 来到院子里 亲手将阿淳 埋葬在大榕树旁边 我跪坐在阿淳墓前两久 我仿佛觉得阿淳的气息 你要哭到什么时候 打起精神来 在晚霞中 我看到了阿淳的身影 他轻轻蹲下身 抚摸着我的头 这一切仿佛发生了 又好像什么都消失 我轻轻敲响柳之川的车窗 柳之川连我哭成这样 也不知道说什么 阿淳 是因为的身份才死的 柳之川落寞道 没错 我不会特意安慰 他因你而死 你的命运 不是你能选的 这样的事情 或许还会发生 不想发生的话 变强吧 变强 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变大家的命运 在上柳之川车前 我看了一眼 我和阿淳生活了18年的地方 在阳光下 我和阿淳开心的奔跑 玩了 开怀大笑 突然小时候的阿淳 和我看向了现在的自己 再见 我的闷的青春已经结束 再见 阿淳 再见了 守护黑环的战队即将集合 而他们的出现 究竟会与整个世界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柳之川驾驶着路虎 在街道上肆无忌惮的情绪 我满心疑惑地问道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柳之川望着车窗外说道 选家 选一个视野好的大别野 当作我们的大别野 路虎缓缓停在了一栋 无栋别墅前 两个小喽啰 看到有人靠近 连忙上前阻挽 这里是黑熊的地盘 你们是谁 我小声地说道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 柳之川瞬间周身环绕着闪电 霸气地说道 狗熊有啥好怕呢 我赶忙纠正道 是黑熊 柳之川指着我说道 你保护好自己 剩下的我们 说吧 他便如一道闪电般飞入大楼 那些堵拦的人瞬间被电的人养马翻 刹那间 整栋大楼被紫色的雷电 那紫色的雷电如此耀眼 几乎要闪下我太合金勾引 整栋楼瞬间爆炸 下一秒 一群人灰头土脸地跑了出来 嘴里喊着 快跑啊 有异能者 人们逃跑带起的烟尘 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柳之川在窗户前向我勾了勾手 说道 上来吧 有大腿可抱 这种感觉真好 在另一边的管辖区 我死人俱乐部内 一辆装甲车的大门缓缓打开 一名瘦弱的女孩 带着手铐脚铐走了出来 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女孩来到被柳之川 轰入墙里的工作人员遗体前 她将双手放在遗体的头上 双手发出黄色光芒 同时伴随着诡异的声音 光芒消失后 女孩也无力地坐在地上 这时 黑衣女人冷漠地问道 袭击者的模样看清了吗 瘦弱女人颤抖地说道 紫发带着金环 雷电属性 她带走了一个黑环少女 黑衣女人冷漠地说道 可以了 带她回实验室吧 黑衣女又对一旁的男人说道 柳家少爷公开和八大家做罪 先把事情报上去 此时的我 正走在一片红色的空间内 突然 红色的空间扭曲起来 一个声音传来 废物 你是个害死朋友的废物 我瞬间从惊恐中清醒过来 原来这只是一场梦 我看向柳之川 只见他正在静音看电视 我忍不住说道 你在静音看电视 柳之川说道 是不够明显 还是你眼睛有问题 空气瞬间变得尴尬起来 两人静静地看着电视 我打破了沉默 问道 我睡了多久了 柳之川关闭电视 回答道 多睡会吧 以后这样能安稳睡觉的时间不多了 我又问 追杀我的人 很快就会过来了吧 柳之川冷漠地说道 谁知道呢 最快下一秒 最慢一两天 你害怕吗 害怕是什么 在流放地 活着就是一种奢侈 只能努力争取活过今天 对活着是有欲望 是恐惧的 是贪婪的 柳之川把遥控器扔向我 我捂着头说道 柳之川 我知道你很强 可是双拳难敌四手 我尴尬地又说道 我不想连累你 柳之川兴奋地说道 谁说你身边只有我一个人呢 蓝发 赤铜 眼下双智 筷子盘发 这设定的 迷倒多少男少女 不敢想象他有多强 柳之川静静地说道 我挺好奇 他们四个的选择 是坚守十八年前的约定守护你 还是对你的生死置之不理 或者已经倒向林家 我好奇地问道 选择什么 那四人不是伙伴吗 柳之川回忆起往事 缓缓说道 当年五月大人身边 有六个心腹家族 五月大人一派认为 还击化了人心的恶 想要打造一个和谐共处的社会 然而 林家却联合其他家族 发动战争 五月大人 遇到危机即将到来 便召集了我的父辈 那也是他们第一次见到 五月大人说 我知道这个要求非常自私且危险 但我恳求各位 不要忘了自己的事 一旦我们妥协 异能者将成为蔑视的存在 十八年后 会有欺凌 压迫 异能者对人民的蔑视 会更加严重 将来我们的生活 将更加残酷无情 后来五月大人交出了权力 并恳求各位 在未来战争再启示 救下这个孩子 他会将他封印 但他向大家保证 待他苏醒时 一定会拨乱反正 拜托你们了 自那以后 特级对环的管控更加严格 五月大人被林家抓走后 所有关于他的东西 都被烧掉 天人城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五月大人一派被分割开来 他们还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在后面的十八年里 我们几个后人装作互不熟悉 只为了不让林家发现异常 柳之川落寞的说道 十八年的时间 还记得这个守护计划的人 还不知道剩下几 他又霸气的说道 反正不管来几个 我都能解决 我感叹道 我让你失望了吧 柳之川回答道 没错 神口中的改变世界的孩子 到底什么样子 结果很普通 我有些失望 我有些落寞 但柳之川坚定的说道 但是我没后悔来 谢谢你 柳之川 我说 你应该饿了吧 我去找点吃的 我打开库房的大门 用身体缓缓降门关上 瞬间 无力感让我瘫软在地 我握住不断颤抖的左手 告诉自己 一定要振作起来 不知道还有多少 异能冲着我而来 没有时间为首为尾了 突然 我感觉到地面在颤抖 我迅速跳起 在空中完成后空翻 当我落地 看向刚刚所在的地方 被摇 击穿 我认真地看着火焰 心中惊叹 好厉害的火焰 柳之川认真地说道 来了呀 陪星火 是敌还是有 火焰并没有罢休 在库房继续追击 无论我如何辗转腾挪 火焰都紧追不舍 我躲在货架后面 心想这个火焰 可以定位追踪 还能分立 一瞬间 我面前的火焰 被火焰吞噬 不行 我得反抗 不能一味地依靠别人的保护 我瞬间放倒火焰 躲避火焰 看着眼前的火焰 我想到 不能一直逃跑了 看着压迫而来的火焰 火焰会跟着我移动 必须让它无法改制我的气息 只要屏蔽了自己的气息 才能找到火焰的人 我不再躲避 来吧 让我看看你的威力 一瞬间 火焰吞噬了我 发生序列的爆发 远处天台上 火焰飞回了幕后 飞手裴星火附近 裴星火插一道 气息消失了 突然它转过身 消失的气息出现 此时我气喘吞吞 全身还带着火焰 终于找到你了 身上的火焰消失 我艰难地来到裴星火面前 看到眼前的国民女神 我还没有想好对此 此时国民女神在我眼里 如同恶骨 女神笑叶如花地说道 合格了 此时紧张无比的柳枝川 听到结果 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合格了 我强撑着身体 努力不让自己躲下 心中暗自发誓 绝不能在他面前躲下 在这时 柳枝川突然出现在我身旁 一把抓住了我包腰欲坠的身体 我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 他却直接向我躺晕 柳枝川看着裴星火 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们早聊 裴星火说道 身为五月大人的孩子 却遗传了最废物的意义 超级人 我们的未来 真是看不到光亮了 柳枝川回应道 你嘴巴好迷 他刚刚面对我偷袭 能快速隐藏自己的气息 还能走却找到很多人 这可不是其他人能做到 裴星火回道 那是我手下留情了 你对他倒是挺看重的 柳枝川突然想到 山月打光那个灵魂的画面 心中暗道 他确实有些很有趣的东西 接着柳枝川说道 我们16年没见过 看你的样子 修炼很刻苦 裴星火回道 彼此彼此 突然二人都别过头 裴星火说道 我不和脸上有八点说 而在另一边的天人城八大家仪式堂 由鬼主持的 针对五岳派系后人的轻角活动 已然开始 此时外面的动静将有惊喜 我快速起身来到窗前 大声喊道 是敌人吗 柳枝川 柳枝川回道 完全算不上 就来了这么几个小喽啰 就想抢一堆地盘 这时 楼下传来一个帅气大叔的喊 楼上 我们坐下来聊聊过 我差一道 是秦天大叔 柳枝川直接捂住我的祖说道 可他们没有什么可说 秦天喊道 我只想和粉色头发在小子里 我们黑板之间的对话 好 我答应 裴星火又说道 没打起来 你很失望 柳枝川回道 都写脸上了 突然 柳枝川全身爆发闪电 激动的喊道 我现在手痒的不得了 真正的敌人在哪里啊 秦天大叔说道 没想到这么快 就你这样的方式进行 我说道 抱歉大叔 不是故意抢你抵人 大叔说道 没事的 我想知道 特急为啥 我说道 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总结来说 我是五月大人的后悟 未来要和整个世界为敌 门外的二人是我的后患 我挠挠头 没错是这样 帅气大叔说道 你很坦诚 你不怕我泄命吗 我自信的说道 你不会 你不是这样 帅气大叔说道 谢谢你的信任 我可以告诉你很轻的消息 我瞬间紧张了起来 大叔接着说道 很多年前 我接到了一份秘密 我当时可能在建造一所监狱 我当时偷偷看到 只为关押一个人的监狱 我无意间听到这所监狱 名字叫神的毛鲁 如果关押的是他的话 五月大人可能还活着 我心中思绪万千 五千 你真的还活着吗 鬼组织的倾角行动 悄然拉开了帷幕 鬼魅般潜入了苏家 他们四处查探 却没有察觉到一丝活人气息 正当他们满心失望 准备无功而返之时 附近房间里突然传出了微弱的能量波动 一名鬼组织成员 毫不犹豫地穿过大门 眼前的景象 却让他震惊了足足两年半 只见一位白发少年 静静地在房间中央 身上连接着机械数字 鬼组织成员震惊不语 喃喃自语道 苏家不是没后代了吗 突然 白发少年睁开了眼睛 在他的眼中出现提示 未知人物 百分之二十数据更新中 鬼组织成员见状 问道 连环都没有 连我们都不知道你的存在 和苏家什么关系 你是哑巴吗 然而 白发少年眼中的数据更新 仍在继续 已至百分之七十 突然 白发少年眼中爆发出强烈光芒 他冷漠地说道 沉眼 鬼组织成员瞬间暴露 好道 你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回答我 话音未落 他已出现在白发少年身后 白发少年轻轻抬起手 一道紫色的冲击锅 瞬间爆发 连环直接被风飞 重重地撞在墙角 口吐鲜蓄 陈妍心中暗惊 这么可能 他发出的冲击波 竟是已故之人罗星光的音 事情已经超出掌握 必须将这里的消息带回去 可突然 紫色迷雾笼罩住了陈妍 此时的他 被恐惧 紧张和不安的情绪所笼罩 眨眼间 白发少年出现在陈妍身后 陈妍惊恐地喊道 不要 紫色的冲击波 无情地将他轰成了飞灰 另一边 周西也和鬼组织成员相遇了 鬼组织成员一言不合 直接发出攻击 周西面对强大的冲击波 面不改色 单一台 冲击波竟直接停止 他大手臂一挥 能量如同水滴一样旋转 下一秒 能量彻底变成水滴 纷纷落 这一幕 让鬼组织成员震惊了两年半 喃喃道 我的攻击直接无了 周西直接将手里的武器扔向天空 然后闪身来到鬼组织成员面前 二人开始进行动 周西一个后手勾拳 将气头打歪 一套军体拳 打得他毫无还手之力 银记鞭腿 将其打飞 周西快速跟进 发动闪电五连边 鬼组织成员大意了没有闪 周西快速发动走正灯 再接扫堂腿 将其爆头 一个凌厉的转身加铁扇铐 鬼组织成员被打飞二里地 周西在空中踏步 快速跟进 被无数次打飞的鬼组织成员 吐息固执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态门 踏空而行的周西 正好借助抛弃的武器 把刀死亡 缠绕住鬼组织成员的脖子 鬼组织成员惊恐的问道 你用的什么异能 周西高傲的说道 和弱者对战 我从不用异能 手起刀落 鬼组织成员瞬间伸手异出 另一边的寒家 鬼组织成员 正在戏弄着 韩树这个活死人 看来这个韩树 确实是个没有行动能力的活死人 鬼组织成员愈发变态 开始给韩树放血 这一幕被幼里打破 他愤怒的喊道 放开我哥 鬼组织成员嘲讽道 我要是不放呢 又离瞬间跳起 抓住了鬼组织成员的触手 然后用力一甩 鬼组织成员直接被甩飞 又离立马扑向韩树身前 焦急的问道 哥 你没事吧 下一秒 又离肩膀直接被刺穿 在冲击力的作用下 他直接被钉在墙上 又离瘫软在地上 手捂在伤口上 鬼组织成员卷起韩树 就顺窗逃跑 又离瞬间忘了疼痛 跳窗追了出去 给我站住 伴随着又离的叫喊声 他从高空落下 此时 韩树的母亲说道 鬼 光临寒舍 也不提前说一声 你何必弄得如此狼狈 鬼组织成员嘲讽道 少装算五月的走狗 我是奉命来警告你们 如果想活着 就不要参加 说吧 还勒紧韩树 威胁了一下众 韩树的母亲冷冷说道 不关心别人的后代 把我儿子放下 鬼组织成员嘲讽道 一个活死人罢了 接住了就还给你了 说吧 就将韩树抛向天空 又离还在破碎的瓦砾中 傻傻的发呆 韩树的母亲大喝一声 又离快接住你哥 又离瞬间谈起 向天空中的韩树飞去 鬼组织成员 也很时序的逃走了 韩树拦住众人 说道 无必追了 先送阿树回病房 又离抱着韩树说道 母亲刚刚说的是真心话吗 不关心别人的后代 那个丑八怪 都这样对付哥哥了 我们还要忍着 又离还想要说 却被手下拦住 又离只能落寞的低下 我来替哥哥来完成就可以了 韩树母亲说道 你刚刚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 你再没确认敌人死亡 就放弃了几天 第二 救人时就犹犹豫豫 又离弱弱的说道 有什么要紧 韩树的母亲说道 这便是我的答案 把你的身体给我 你不是妈妈 你猜对了 我是山月 话音刚落 另一个我竟拿起枪对准了我 班级无情后动 子弹如恶魔的獠牙 正中我的眉心 刹那间 我的身体僵死 意识仿佛坠入无尽的黑暗 帅气大叔匆忙上前 急切的目光 在我毫无生气的面容上探寻 见我没有丝毫反 还标急的冲着门外大喊 你们快进来看看 粉头发小子很不对劲 裴轻所疯狂地摇着我的头 那模样 让一旁的柳枝川都陷入了沉默 而在我的意识空间里 两个我激烈的争斗 把身体给我 一个照面 我便被擒拿在地 他蹲下身 靠近我的耳边 声音低沉而冰冷 不记得了 是你先召唤了我 你朋友惨死时 面对敌人无计可施的时候 是我代替了 胆小诺弱 另一个我绅士般地向我伸出手 坚定地说道 接下来的战争 也只有我能够赢 把身体给我 我不会辜负他们的期待 我试图反抗 可在他强大的异能面前 竟连声音都无法发出 他用力抓着我的手 兴奋地推脱 开口吧 说你愿意把身体给我 胆小鬼 就在这时 电流声和皮鞭的抽打声 打破了这可怕的屏幕 我缓缓睁开眼睛 只见柳之川 正对着我释放着闪电 贼心火的鞭子 也无情地抽在我身上 强烈的痛苦 如汹涌地潮水袭来 我猛然起身 紧紧抓住了柳之川的手 我激动地看着他 而心虚的柳之川 瞬间就交代 是心火让我垫着 他还用小皮鞭抽你吗 贼心火拿下头上的一根筷子 平静地说道 你皮痒吧 我急切地说道 柳之川和我战斗 话音未落 三人当场猛住 柳之川自责得难难 可恶 果然垫得太容易 贼心火摸着自己的头 又摸摸我的头 体温正常啊 我坚定地说 我需要异能 只有战斗才能激发我的力 听完 三人瞬间大眼瞪小眼 随即 二人当场笑喷 自不量力 何止 简直就是对我的侮辱 角落里 二人窃窃私语 要不你陪他练练 别浪费太多体力 浪费体力 我还没热身战斗就结束了 我弱弱地说道 那个 我听着呢 帅气大叔连忙说道 我倒是知道 一个地方 很适合战斗 众人来到堆放 集装箱的空地 贼心火提醒道 小心点 不要被他打赔了 我坚定地说 我就是要他杀我 只有在死亡来临时 我才能觉醒 我要变强 看着二人对决 贼心火暗醒 我似乎来对了 我和柳直川相对而立 大战一触即发 我全神贯注 必须专心看清他的动作 摸清柳直川的攻击方式 再想应对之侧 柳直川玩味一笑 三手一挥 紫电环绕 说道 让这里多一点战场气氛 柳直川手指向天空 瞬间紫色雷幕笼罩二人 看到这一幕 贼心火慌了 快速跟进一拳 打下荒幕 紫色雷电一出 瞬间将裴心火弹飞 裴心火焦急地喊道 珊月 你一定要没事 紫色雷幕呢 我严阵你来 柳直川全身紫色雷电环绕 霸气地说道 睁大眼睛看好 真正的异能者是什么样子 准备好退层提了吗 我握紧拳头 严阵已带着即将到来的风暴 然而 眼前的一幕让我瞬间瞅目结舌 柳直川竟然凭空消失了 呼吸之间 他又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面前 雷电在耳边琵琶作响 震耳欲聋 我尚未从这震惊中回过神来 就已被他视如雷霆的一拳击飞 我重重地摔在地上 痛苦如潮水般席卷全身 闪电似乎也在无情地肆虐着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 却见他仅用单手 就将我死死压制 柳直川周身笼罩着紫色闪电 向我压迫而来 还带着轻烈的口吻说道 喂 撑住啊 我的热身还没开始 雷幕外面 无数火焰拼命想要冲破雷幕 可裴星火使尽浑身解数 雷幕依旧纹丝未动 一旁的帅气大叔不禁感叹 柳直川的实力真是恐怖如斯 裴星火一脸认真的回应 毕竟他是接近真神的存在 16年前 等级测试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柳直川 测试大厅内 紫色闪电笼罩整个房间 那强大的压迫力让众人坐立难安 他的环检测不出结果 不断在金色和彩色之间徘徊 这是我所见过等级最高的人 当环的颜色最终定格在金色 大厅内瞬间安静地落真可闻 测试大门缓缓打开 柳直川踏着紫色闪电缓缓走出 瞬间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小姑娘们春心萌动 纷纷赞叹 好厉害啊 前人之下我无敌 前人之上一换机 看着眼前这无法撼动的雷幕 帅气大叔再次感叹道 山岳估计一个呼间就被K了 裴星火则坚定地说道 敌人随时可能会倒 后果不堪设想 交给我吧 我去守门 有意动我通知你 裴星火问道 您为什么帮我们 山岳如今处在风暴的中心 一个决定就可能影响世界的走向 我们这些黑环也想看看这个世界的未来究竟如何 帅气大叔摆了摆手 毅然走向大门 此时的我躺在地上 连呼吸都异常艰难 心中暗自庆幸 幸好柳直川不是敌人 我的意识逐渐迷离 就在这时 另外一个我出现在面前 他带着戏谑的神情说道 感受到自己的弱小了吧 把身体给我吧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不想成为蝼蚁 你渴望拥有和柳直川一样的实力 求求我 你这个不敢面对现实的可怜虫 你还在坚持什么 他拍着我的肩膀继续说道 想想那群异能者抓住你会做怎样的事 你会生不如死 他们会像对待你母亲那样对你 囚禁你 无数人排着队 饮你的血 吃你的肉 他突然紧紧抱住我 交给我吧 我会替你毁灭一切 消灭所有异能者 我安静地低着头 片刻后 缓缓说道 你根本不是我 因为你不记得他说过的话 阿纯的背影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和阿纯平分了十字帮给的面包 吃完这顿你快点回到现实世界吧 突然 心脏爆发出巨大能量 我在心中呐喊 这具身体 绝不能给你 瞬间 一时空纷纷破碎 雷幕内 我艰难地起身 瞬间体内迸发出强大的能量 我猛然睁开眼睛 直视柳直川 大声说道 柳直川 还没结束呢 柳直川瞬间笑了 周身雷电更加密集 说道 这样才有意思 我是一条四 还是你们一起上 此时的裴新火暗自私存 得为山岳觉醒异能争取时间 就算山岳觉醒了 多半也是和他的母亲一样 觉醒面力方面的异能 这类异能通病就是战斗力不行 若是真打起来 还得看他自己和柳直川 山岳只能在一旁加油助威 那些混血种成员并未搭理裴新火 而是自顾自地议论起来 刘放帝 好像比记忆中的更加糟糕 裴新火的目光落在几人佩戴的黑环上 陷入了沉思 十四年前 裴新火刚从训练场走出来 却看到父亲的房间还亮着灯 他敲响房门 走进房间后 贴心地给自己的父亲泡了杯热茶 裴新火向父亲埋怨道 茶要喝热的父亲 每次给您倒的茶都放冷了 突然 裴新火被桌子上的文件吸引了 那是一个关于如今八大家的文件 裴新火率先打破瓶颈 急切地问道 他们究竟把五月大人藏到哪里了 男子放下茶杯 沉重地说道 是啊 我也想知道在哪里 现在能好好地坐在这里 喝上女儿泡的茶 随后男子带着裴新火观看着最新的情报 这个车你认识吗 裴新火疑惑道 千人城的车 地点是流放地 男子回复道 没错 是从流放地穿出来的 最近八大家动作频繁 短短两周他们抓了上千人 裴新火追问道 他们用这些孩子干什么 男子平静地说道 我想过了很多结果 最终指向一个结论 他们是被用来对付你们这一代人 这时 混血种也结束了谈论 带头男子说道 真没礼貌 不能冷落了我们的目标人物 话还没说完 你先跑题的 还是我来吧 夏美拦住摇光 说道 你出手有点欺负人了 我可不想看到美女惨死 夏美从集装箱上一跃而下 冲到裴新火面前 撩起刘海 夏美温柔地说道 我会让你死得很漂亮 裴新火平静地回应 尽管试试看 摇光看向雷木说道 柳之川和目标山岳都在里面 用打破看看吗 带头男子平静地说道 等 夏美将裴新火打个半死自然会出来 倒是山岳给你 我只要柳之川 随后男子阴冷地说道 我倒要看看是最近神的男人厉害 还是我们这些吃了神的人强 雷木内 我被体内的能量缓缓托起 暗叹道 好险 刚才我的身体差点又被另一个我占据 不过也多亏他 现在的我看得清清楚楚 柳之川被我的眼神看得发毛 说道 你他喵的 不会是个变态吧 我对另外一个自己说道 愿是这么久了给你起个名字 叫个小黑吧 小黑不乐意了 当着柳之川的面开始疯狂打自己嘴巴子 把柳之川都看猛了 我暗叹 看来他不喜欢这个名字 我兴奋地说道 柳之川 我会接住你接下来的每一击 柳之川直接被激怒 狂暴地嘴巴闪电发抖 我暗叹 果然和看到的一样 我别过头轻松躲过攻击 再一仰头 雷电擦着头皮而过 柳之川狂暴地一拳袭来 被我双手挡住 一触即分 我被狂暴的雷电打飞99米 迅速起身 对着另一个自己怒吼道 小黑 如果没有我过去18年的拼命努力 根本不会有你的出现 论生存能力 你未必比我强 就在我分神的瞬间 柳之川闪现在面前 带着雷电的鞭腿再次将我击飞 我强行控制身体 在地面滑行50米后停下 我抬起头 目光坚定地看着柳之川 目光相对 柳之川发现他的眼睛有些异样 我喊道 小黑 你就在角落好好看着吧 我会证明自己成长得足够强大 说吧 向柳之川发起冲锋 这是我的第一次反击 一拳打在柳之川的雷盾上 借力来到柳之川身后 调整角度 猛地一抓打出 就在手即将碰到柳之川的0.01厘米处 柳之川瞬间消失 反手抓住我的手腕 一个漂亮的过肩摔 将我狠狠砸入地面 烟尘散去 我被柳之川擒拿在地 雷霆画作的锁链将我牢牢束缚 柳之川问道 如果没觉醒异能 你不可能躲避 你能看见未来 对吧 超然异能对决 他来了 黑星火VS夏美 两位顶级美女 相对而立 眼中皆透着犀利与决然 开场变火药味十足 夏美抢先开口 精致的面容带着一抹挑衅 黑星火是吧 开打前我们问你的问题吗 黑星火秀眉紧促 厌恶地回道 我拒绝 夏美却不以为意 嘴角上扬 轻笑出声 别急着拒绝吗 听下我的问题啊 我们接到两个任务 一个是活捉神级后人山岳 二是要你赔星火的命 你又不是特辑 只是一个银环 你和他们有仇 还是说你有其他特别之处 听完这番话 一身生疼而起 仿佛要吞噬天际 夏美却依旧戏谑道 糟糕 我好像说错了 下一秒 巨大的火球 擦着夏美的头皮呼啸而过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夏美也不得不认真起来 两位美女开始拟言我一语 夏美说道 原本好好聊天的气氛 彻底被破坏 裴星火冷哼一声 奇怪 我明明瞄准的是脑袋 见沟通无效 夏美果断发动攻击 裴星火也不甘示弱 更快速地发射出火球 夏美灵活地在火球的攻击中左右闪躲 连续闪避之后 成功接近了裴星火 他快速地一拳打出 裴星火抬手抵挡 呼吸之间 夏美已打出无数拳影 一轮防守过后 裴星火抓住对方的手腕 一个发力将夏美的身影拉倒身前 右手筷子刺出 夏美微微侧身 惊险躲避 反应过来的夏美 一个华丽的回旋踢 正托束缚的同时 踢向裴星火的脑袋 夏美单手撑地旋转两周半 裴星火趁机再次发出火球 夏美贴在地面滑行躲避 然而火球在飞过夏美身后时 竟然掉头 夏美头一偏 再次躲过火球攻击 然后他快速闪身到裴星火身后 拍着他的肩膀 柔声道 我懂你 那种敌人异等 在特辑眼中的下等人 裴星火挥动筷子横扫 夏美底下身体快速躲过 就在这时 远处的遥光拿出手枪扣动扳机 裴星火回头发现了异样 筷子在宫中挥舞 无数火龙咆哮而出 一瞬间 火龙轰入地面 将裴星火保护了起来 裴星火大声呵斥 观众席内卫 背后偷袭不太好 带头男子笑了笑 遥光 你的小动作被发现了 遥光默不作声 收起了手枪 夏美在火龙的空气中快速穿梭 身体跃起 冲到裴星火面前 单手轻轻触摸他的腰间 带着几分魅惑说道 脖子上的两刀疤痕 一定有段难忘的回忆吧 随后单手触摸裴星火搏梗 而回应夏美帝是熊熊燃烧的火木 眨眼间 裴星火的身影消失了 下一秒 夏美身后爆发出狂暴的火焰 裴星火从火焰中出现 冷冷问道 一眼说完了吗 火焰八卦阵打出 身后巨大的火焰能量成型 单手一挥 巨大的火龙再次咆哮而出 此时的夏美必无可避 瞬间被无情的火焰吞噬 烟尘缓缓消散 裴星火握住筷子 平静地询问 如何 火焰中 伤痕累累的夏美却笑了 声音中透着几分释然 竟然被区区银环打得站不起来 夏美缓缓吐出热气 然后放声大哭 好久没完得这么开心了 裴星火 我必须承认 你是银环异能者之中 数一数二的高手了 我好像更喜欢你了 裴星火依旧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火焰中 夏美笑得更加兴奋了 远处 浑血肿成员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小嘟嘟一脸担心 夏美姐姐会不会出事 带头男子却嘲讽道 臭小鬼 你在乱担心什么 那个裴星火已经是个死人了 裴星火静静地看着火焰中夏美 质问道 你为啥不使用异能和我打 就在这时 裴星火发现了夏美身上的旧伤口 夏美却笑了 谁说我没用异能啊 裴星火嘲讽道 难怪我觉得空气中有骨口臭 这是你的异能吗 然而 话音未落 裴星火突然一股危机赶由内耳生 一瞬间 肩膀长出一个花孤朵 紧接着肩膀 手臂 腿部纷纷爆裂 一朵朵能量 彼岸花伴随着蝴蝶出现 裴星火瞬间脱离倒下 眨眼见四朵 彼岸花在裴星火体内疯狂生长变大 夏美挣扎着从地上起身 艰难地走到裴星火面前 忽然 裴星火忍不住吐血不止 夏美则静静地欣赏着裴星火 痛苦倒地不起的样子 此时 裴星火回想到自己被触碰过腿部 肩部 腰部 我个 不禁问道 这就是你的异能吗 通过触碰造成的肢体麻痹 夏美笑答 如果只是麻痹 我怎么敢说要取你性命 彼岸花此刻绽放开来 夏美冷漠地说道 我的异能是老化 夏美轻轻抬起手 优雅地说 接下来 只要我的手掌触碰到你胸口的位置 很快你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 然后 夏美优雅地环抱住它 再见了裴星火 说完 手掌放在了裴星火心脏处 混血种的身份即将现世 八大家族的秘密开始浮出水面 在那神秘而庞大的实验室总部 工作人员们如往常一般 井然有序地观看着各个分区的监控 然而 突然之间 西区B313的监控信号 毫无征兆地中断了 一位工作人员神色紧张地说道 派人去看看什么情况 小心点 那是异化成功的小孩 西区B313的工作人员 接到指令后 迅速赶来查看 他们一路小跑 很快就来到了 异化成功孩子的试验舱外 其中一人疯狂敲门 壳里面却毫无反应 见此情形 二人小心翼翼地走近 男孩见有人靠近 猛地睁开眼睛 抓住机会 瞬间跃到了工作人员的驳梗处 瞬间 激烈地扭打展开 另一人站在一旁 紧张地不敢乱开枪 突然 男孩发飙将男子的耳朵咬了下来 凶狠地吼道 把门禁卡交出来 工作人员假装妥协 说道 知道 给你 男孩见到门禁卡瞬间失神 可迎接他的却是一声冰冷的枪声 在这地下深处 那些实验失败的孩子 还有一些不听话的孩子 都会被无情地打包运输 工作人员一边工作 一边抱怨道 死了几百个黑环 才一化成功一个 还被打死了 一旁的老者安慰道 你知道地下二层炼化炉 运作多久了吗 从这栋大楼建成起 十几年来一直没停过 这里的人仿佛已经陷入了疯狂 杀疯了 那些黑环以为有了异能 就能改变命运 逃离这里 可最终的归宿 都是那冰冷的尸体 黑环永远都是黑环 西区B313成了死亡之地 十几年前的西区313 姚光被工作人员剃头发 对面的夏美也未能幸免 二人相对而立 整个房间所有的孩子 都被剃成了短发 随后 工作人员将所有孩子 带去消毒 不分男女 被脱光衣服 遭受水枪的无情冲刷 工作人员看到 夏美身上的伤疤 大骂道 你身上是什么 不会有传染病吧 好恶心 好奇的姚光看了过去 夏美屈辱的低下头 倔强的泪水在眼中打转 而后 他愤怒地看向遥光 当众人被消毒后 被带到会议厅 一名惊环站在台上讲解着 恭喜各位被选中 参与新高级诞生计划 这里是黑环改变命运的地方 一边实验将激发各位的潜能 挖掘最真实的自己 这是你们脱离猎等身份的唯一机会 这一幕 震惊了台下所有的孩子们 遥光对一旁的天狼小声说道 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他们在给我们洗脑 忽然遥光觉察到有人盯上了他 夏美死死盯着遥光 二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 众人来到食堂吃饭的时候 遥光被叫住了 夏美抓着筷子刺向遥光的眼睛 恶狠狠地说道 你在看我 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一旁的天狼眼急手快 抓住了筷子 遥光关心地看向天狼 而夏美直接被工作人员惦击 工作人员冷冷地说道 实验安排在一小时后 别浪费力气 做个饱死鬼吧 而天狼和遥光呆立在当场 遥光蹲下身查看夏美的状况 轻声问道 站得起来吗 当遥光的手碰到夏美的肩膀时 夏美瞬间跳起 喊道 不要碰我 随后 夏美狼狈地逃跑了 实验开始了 超大号的针管将不明液体注射进孩子们的体内 数不清的实验体排着队等着注射 工作人员喊道 还好队 按照排序进入自己对应的房间 遥光遇到了夏美 真诚地说道 我当时盯着你看 是觉得你坚强 擅自碰到你 对不起 夏美默不作声 当二人分开时 夏美说道 活下来吧 遥光回应道 希望我们都能扛过变异 当时真指向午夜1点25分 痛苦地嚎叫响彻整个实验室 实验体在地上痛苦地扭曲着 严重地直接爆成血污 身体变硬 自然 种种惨状令人触目惊心 几个小时过后 一切都归于平静 天狼排在玻璃门上叫着 遥光 此时的遥光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听到有人召唤 遥光费力地张开了眼睛 挣扎着起身 说道 我还没死呢 见到遥光没事 还好吗 跪在地上的夏美听到叫唤 身体微微挪动了一下 遥光看到后兴奋道 太好了 突然 传来的脚步声让遥光警觉起来 工作人员淡淡说道 这一区 竟然有三个活着的 工作人员检查了夏美的身体 我们看过了变异 却仍然没有改变命运 那一切都是骗人 当工作人员提着裤子 从夏美的房间走出来 另外一人提醒道 你的脸 还有脖子怎么回事 此时他也察觉到了一样 打开衣服发现 身体上长满花朵 瞬间 男子直接死亡 其他工作人员大喊道 呼叫 这里是西区B313 重复 这里是B区313需要支援 哥哥姐姐你们在吗 我叫韩又黎 是韩束的妹妹 又黎捏手捏脚的 来到停车场门口 手中紧握着石头 目光紧紧锁定监控 他心中默默念着 小力一点 然而 咕手时却用尽全力 石头飞射而出 支撑住轰然倒塌 他惊慌失措地上前扶住 却不想掉落的监控 正对着他的脸 接下来的几分钟 输入停车场 六位密码的提示声 不断响起 厚重的防弹门 被他的小拳头 捶出两道拳影 他单手抬起防弹门 另一只手拽着电线 呆头呆脑地走进停车场 随后 他吹了吹自己的小拳头 心中暗自欣喜 好厉害的小拳头 当他走进停车场 望着众多车辆 凭借着记忆中 哥哥开过的车开始寻找 却不知 自己的一举一动 早已被监控记录下来 在佑黎母亲的办公室内 助理急得手忙脚乱 小姐偷了手机 又偷车 这是铁了心要去刘放地 想到刘放地的危险 助理忙道 我现在就去停车场阻止她 佑黎的母亲却淡定地说道 急什么 佑黎又没有权限 助理这才放下心来 对啊 她没有权限 可随后 佑黎的母亲却在电脑前操作起来 助理惊讶地问 夫人 您不会打开了权限 佑黎的母亲淡定按下回车键 此时的佑黎 正努力拆下车的引线 打算模仿电影中的样子发动车子 突然 旁边车的车门打开 智能系统提示弹出 原野系统启动 使用者已由函数变更为函佑黎 坐上副驾的佑黎兴奋不已 将进入自动驾驶模式 车门突然关闭 把她吓了一跳 确认副驾驶入座后 佑黎被提醒系好安全带 系统监测到一个提前设置好的目的地 询问她是否查看 呆萌的佑黎说道 嗯 让我看看哥哥群聊收到的定位 看到定位是流放地 她心中暗想 这是妈妈设置的吗 原野提醒是否需要更改目的地 佑黎坚定地回答 不 就去这个地方 佑黎的母亲看着佑黎远去的车 助理担心地问道 夫人您真的一点不担心吗 小姐一次都没有离开过您的身边了 佑黎的母亲坚定地说 我相信佑黎 未来可以改变的 一定 佑黎的车子快速地离开天人城 进入了管辖区 车窗外喧闹的景象吸引着佑黎 这是她头次来到外界 她坚定了一下信念 不行 我不是出来玩的 况且这里不是以前的管辖区了 现在属于坏人的管辖区 最后 佑黎鼓足勇气打开了群聊 发出消息 哥哥姐姐你们在吗 我叫韩佑黎 是韩树的妹妹 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我哥哥没办法来 所以妈妈派我来支援大家 消息发出的那一刻 佑黎终于放下了心 她看向车窗外 心中坦克 妈妈会原谅我的不告而别吧 过了几分钟 佑黎紧张地拿出手机查看有没有灰心 可看到的却是空空如也的消息 她不禁郁闷起来 袁也提示道 聊天群默认共享使用者位置 袁也建议她直接查看哥哥姐姐们的所在位置 就在这时 佑黎突然发现袁也卡 瞬间车子加速 佑黎吓得大叫 袁也你要带我去哪 佑黎焦急地询问着其他几人的位置 可消息发出后 却如泥牛入海 没有一人阅读 此时的周西 正被困在一座设计诡异的楼房迷宫内 而这场阴谋的始作俑者启斯 正悠然自得地在群里发着消息 姚光 你的任务我完成 特级比想象中的好对付 各位 有人能陪我聊聊天吗 启斯玩了一会手机 突然赶到后背发凉 她再次认真看向困住周西的阵法 确认没问题 周西一直被困在那里 突然传来的窗户异想吸引了她的注意 当她回头查看时 无数白鸽正在疯狂冲击窗户 启斯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喃喃道 怎么可能 下一秒 周西破窗而入 无数白鸽环绕在她的周身 周西提着长剑 不乏沉稳而坚定地慢慢走向启斯 启斯颤抖着说道 怎么可能出来 周西拔出长剑 平静地说 你选择在非异能者聚集的工厂去拦截我 所以我想你操纵的物质只能感知异能的流动 于是我做了一点实验 而事实证明 说完 冰冷地长剑架在了启斯的肩膀上 周西接着说 看来我猜对了 启斯忍不住询问 所以现在还在那里的是什么 周西冷冷地回答 是我的分身 话音刚落 分身化成无数鸽子 此时 大楼外被轰出一个大洞 好多工人探出头 弱弱地说道 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过去了 周西冰冷地问道 现在换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一共来的几人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 其他人身在何处 还有就是黑环为什么可以使用异能 启斯连忙白首 试图狡辩 你问我我就要回答吗白痴 那个 出家人不杀生的对吧 然而 得到的是周西冰冷且坚决的回应 回答我 启斯见识不妙 单手轻轻向阵法一动 说道 知道了 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 我哪敢不回答 让我想想从哪一个问题开始回答好了 当启斯触摸到阵法的瞬间 阴冷地说道 我很乐意把答案都告诉你 不过 你有时间听吗 一瞬间 整栋大楼开始剧烈地震动 无数大楼开始倒塌 启斯自信一笑 脚下的楼板也开始倒塌 快速下坠的启斯兴奋地喊道 出家人 你是来追我问到你想要的答案吗 还是选择折返回去就那些黑环 快做决定吧 时间不等人 周西平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一个闪身跳向窗户 大喝一声 走 说完 无数白鸽跟随而去 启斯一边拼命逃跑 一边打着电话 Taya 情况有点变化 我现在过去找你 另一边 Taya边战斗边打着电话 Taya调侃道 情况 逃跑就逃跑 说得好听 来可以 别打扰我玩耍 说完 果断挂断电话 更加兴奋地投入战斗 一拳将苏战击退 嘲讽道 以这个机器人挺能扛啊 苏战眼里弹出提示 手部门里和激活失败 提示 信号干扰 此时 周西一马当先 带领着无数白鸽大军 周西平静地说道 去吧 为黑环引路吧 拜托你们了 说吧 周西犹如闪电冲向倒塌的大楼 绿色闪电快速在废墟内穿梭 周西单手托起承重住 救下昏迷的工人 同样的场景在废墟中快速出现 工厂内 工人们用力地撞着防盗门 撞了半天 大门却纹丝未动 一瞬间 绝望的气息弥漫开来 众人哀叹 我们 彻底被困死在这里了 不要 我还不想死 很快 众人又尝试破窗 可是窗户也完全被封死了 其中一名黑环趴在大门前听着 兴奋到 有动静 外面有鸟叫 话音未落 无数白鸽破门而入 还在猛逼中的众人 就被白鸽叼起带走了 在周西的能量包裹下 再加白鸽的配合 众人从倒塌的大楼中被解救出来 当众人被解救出来后 残破的大楼开始成片地坍塌 突然 一名女子的嚎叫吸引了全场 她哭喊着 我得去找小秋 我的孩子还在工厂里 下一刻 工厂大楼瞬间坍塌 女人最后希望也破灭了 眼泪如泉水般落下 周西出现在女人面前 地 地下一层的杂货事 还没等女子说完 周西的身影瞬间消失了 正当周西进入废墟中时 白鸽咬住了她 周西温柔地抚摸着白鸽 安慰道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